中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 已經明顯是多重阻塞點下了後鎖 這些患者都應該優先考慮症的手術 就從這個患者談起 他的AHI 就是睡眠呼吸中止指數 高達50.1 只要是30以上 就是認定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他在多年前曾經做過了 鼻甲的縮小手術 鼻動格的成型素 以及懸忍腺的成型素 據他的描述就是說 剛開始他有一點改善 多年之後他覺得打呼的問題 好像又出來了 然後影響到了整邊人的睡眠品質 所以他才鼓起勇氣就是要來尋求治療 症癌手術來治療睡眠呼吸中止的原理是什麼 利用骨頭切割分離然後移動 那我們先講上顎骨 上顎骨呢 我們把它給暫時先跟顱骨先分離切割 之後他後面的軟組織呢 懸忍腿以及懸忍腿附近的一些軟組織 那我們做個逆時針旋轉的時候呢 可以將懸忍腿附近的軟組織往前 拖到前面去 然後打開懸忍腿這個層次的這個呼吸道 下顎骨的話呢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做一個切割分離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逆時針 一樣是逆時針的旋轉 可以拉提不只是舌根 也可以讓你的舌骨的往前跟往上帶動 比較下低位的一個阻塞點 給打通 我們把它給固定住 所以整個的呼吸道呢 可以是一個3D的一個不只是前後移動 它會也會一個側方的移動 而且骨頭固定住之後肌肉變緊了 那自然就會預防它塌陷的能力 最棒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豎前的電腦斷層 已經看到它的鼻甲跟鼻中隔空間比較狹窄的時候呢 我們在手術當中把上顎骨拉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針對這些肥後的鼻甲呢 進行這個縮展的手術 整個針餓手術呢 從上游 從底甲 上顎骨的後方的前融垂 以及 下顎骨 後方的舌根 以及更下方的一個舌頭肌肉 都能夠很有效的把它往前拉 而且往外 過寬 而維持呼吸道的原定性 中重度 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 或是它已經明顯是多重阻塞點的患者 或是呢 睡眠呼吸中止 已經明顯的下額後鎖 這些患者呢 都應該優先考慮整個手術 那也期待整個手術能夠幫助更多的病人 等待會兒 再次回到大廣告 再次回到大廣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